2021年世界游泳锦标赛昨晚圆满落下帷幕 在昨晚进行的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上 中国小将孙杨以绝对优势掌握冠军 并打破了陈锋十年之久的世界纪录 在当晚举行决赛当中 孙杨表现出强烈的夺冠欲望 出发之后不久就确立了领先优势 未免冠军加拿大选手科克伦紧随其后 500米过后孙杨逐渐拉大于对手距离 此后他一起绝尘 奋力冲向终点最终以14分34秒14的成绩读得冠军 并且打破了澳大利亚名将哈格特 保持了十年之久的世界纪录 在他出弊之后十秒多科克伦才到达终点 匈牙利名将基石随后跟上获得继军 其实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一切去感觉 就是这个比赛吧 因为1500米不像400米很短 它非常的长 然后中间可能会发生很多的状况 所以说只有有着很好的感觉才能去完成这个比赛 广东台报道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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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